現在談的是化合物的形成 就是有一個A元素跟一個B元素 兩個結合法在一塊 就形成了一個叫做化合物 所以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元素 按照一定的組成結合成新物質 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 所謂的一定的組成 就是一定的種類 一定的數目跟一定的排列方式 如果有相同的種類 相同的數目 相同的排列方式 就表示我們是相同的化合物 其中任何一個不一樣 種類不一樣 數目不一樣 或者是排列方式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這種把在一起的動作叫做化合 把在一起的結果就叫做化合物 所以氫跟氧結合成水 氯跟氾結合成氯化鈉 水跟氯化鈉就叫做化合物 這個結合的動作叫做化 化合物的形成 然後我剛剛講過所謂的一定的組成 就是有一定的種類 一定的數目跟一定的排列方式 叫做一定的組成 三個都一樣就是一樣的化合物 三個裡面有任何一個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有種類數目跟排列方式 就是化合物的形成 化合物的形成 OK 然後呢 基本上化合物是由元素組成的 但是它的性質通常都會跟組成元素不一樣 氫氣是可燃的 氧氣有助燃 氫跟氧化合成水 水不可燃也不助燃 不可燃也不助燃 不可燃 不可燃不助燃 性質不同 那可以跟水劇烈作用 產生氫氣 氫氣是有毒的 氫跟氫 結合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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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跟水劇烈作用 也沒有毒性 也沒有毒性 所以性質不同 性質不同 所以化合物的性質 通常會跟組成元素的性質是不一樣 不一樣 那麼有兩個定律 一個叫定比定律 就是組成化合物的成分元素質量比橫為定值 這很正常 我一定是兩個氫加上一個氧變成水 所以質量就是兩個氫比上一個氧 所以質量比會為一個定值 因為我的組成是固定 所以當然質量比就會固定 這叫做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 所以二氧化碳中 炭跟氧的比例一定是質量比例3比8 水裡面的氫比氧一定是1比8 這個是固定的 這叫做定比定律 另外一個是國中現在不太佳 可是我上課講過的 他說倍比定律 兩個元素構成兩種以上化合物 比如說碳跟氧構成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其中一個元素固定 比如說碳固定 或者是氧固定 另外一個元素就會成一個簡單整數比 這件事情就會扯到 那與後面要交到原子說有關 因為東西都是一顆一顆的固定好的 所以一定是整數顆在跟整數顆在比 所以一定是簡單整數比 簡單整數比 所以碳跟氧構成氧化碳 碳質量固定 兩的就是1比2 兩的質量固定 碳就是2比1 叫做倍比定律 地比定律跟倍比定律 會衍生出後面要交到原子說 要交到原子說 然後倍比定律 OK 兩個元素 沒有第三個 就兩個 構成兩種以上化合物 其中一個固定 另外一個成簡單整數 考試就問你說 下列何者可以解釋倍比 就找兩個元素 不可以有第三個 也不可以只有一個 一定要兩個 剛好兩個 然後有兩種以上化合物 就可以解釋倍比定律 化合物可以分解 剛才是結合 A跟B結合 現在可以拆開 拆開來不一定 雙氧水分解 這個是前面的化合物分解出來的是 化合物跟元素 化合物跟元素 有元素生成 有元素生成 氧化孔分解 會分解成孔跟氧 這兩個都是元素 這兩個都是元素 炭酸鈣分解 成氧化鈣分解 這兩個都是化合物 所以化合物分解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元素 也可能會產生化合物 這些都是重要的 簡單的方程式 差不多每一次會考 都會考方程式 可是會考會出現的方程式 都非常的簡單 什麼氫化氧變成水 酸氧水分解成水跟氧 都是最早 所以都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碳酸鈣分解是一個重要的方程式 所以看一下氧化孔學生會考 基設學也考過 氧化孔分解也考過 所以呢 我要記得這些方程式 OK 所以化合物是會分解的 分解 會分解成元素 也可以分解成化合物 就不一定 所以碳酸金鈣分解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反應 我們在複習到酸跟鹼的時候 酸鹼鹽 碳酸鈣跟碳酸金鈣的重要不同點就是 碳酸金鈣受熱會分解 碳酸鈣受熱不會分解 重點它分解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還當滅火器 所以還當滅火器 所以這是碳酸鈣 這也是分解完 通通都是化合物 通通都是化合物 Gay 這是化合物的分解 最後 就是質量守恆 不管我是化合也好 分解也好 物理變化也好 化學變化也好 反應前後 質量是不變的 因為原子不會消失 原子說 說化學變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既然種類一樣 數目一樣 質量就會一樣 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重點之一是 要把所有東西都算到才會質量守恆 如果你有漏算的就質量就不會守恆 有東西會跑掉的質量就不會守恆 開頭的追形瓶 碳栓蓋往裡面低吸填酸 做完實驗之後質量會變少 因為二氧化碳會跑掉 這樣就質量沒有守恆 可是如果在密閉容器做 它就會質量守恆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 考試問你說質量會多少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前面100克後面就要100克 但是如果你有少算有漏算就不一定這樣 就可能會變多或者是會變少 所以要全部都算到才會質量守恆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化合物的形成跟化合物的分解 以及介紹一下質量守恆定律